哈喽大家好,我是短腿 说起大内蒙,除了牛羊肉出名之外 奶制品也是很厉害的 超级好吃,超级有特色 疯狂打电话 哎呀哎呀,不这么激动了 让我好好地说说吧 其实说到奶制品 很多其他省份的小伙伴并不是很清楚 也可能会吃不惯 所有的节日里呢 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月饼 总觉得口感不好,又硬还太甜 直到开始知道了这些奶制品的月饼 才开始慢慢地喜欢了起来 说起来出奶制品月饼的时间 也就是这几年的事 这次呢,我一共买了九个口味 奶豆腐,酸奶稀,奶特鲜,奶皮子,黄油渣 奶酪芝士,奶果子,精品奶豆腐 还有一个酥子子的 奶豆腐是最传统的 十分的纯香 它就是纯浓缩的牛奶精华 会有微微发酵的酸味 里面的芝麻呢,也给它增添了浓香 葡萄干就是一颗颗甜蜜的小惊喜 而精品奶豆腐里面就是整整的一块纯的奶豆腐了 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如果你喜欢吃奶豆腐的话 那这一款你肯定不要错过的 酥子子月饼虽说不是奶制品的 但我感觉还蛮有特色的就一起买回来了 酥子呢比芝麻还要香 不过这一款月饼是比较甜的那一种 配茶吃会刚刚好 黄油渣月饼是我觉得最适合放在冰箱冷藏后拿出来吃的 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 酸味很重 这样夏天吃起来就会很舒服 而且超级开胃 奶特鲜是今年的新口味 是奶豆腐加上蔓越莓 我觉得这个比之前的奶豆腐好吃 蔓越莓呢会比葡萄干更适合奶制品 奶酪芝士是最适合加热吃的 我用的就是家里的小平底锅 平时煎蛋呀热饼呀特别方便 除了黄油渣外 我觉得所有的月饼都超级适合用平底锅 或者是家里你有烤箱呀 微波炉呀给它们加热 加热起来吃之后呢 它的外皮更酥脆了 这里是想给大家出一个奶酪挤出来的效果 但是实在是太烫了 加热之后它就是酥酥脆脆松松软软 应该是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接受的口味 奶皮子要更甜些 比奶豆腐的层次更强 会有那种小颗粒 增加了咀嚼的快感 奶果子就要偏酸一些 它就很像大家可能平时在超市里 就能买到的那种内蒙奶制品的味道 小孩子会更好接受吧 酸奶吸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不加糖的酸奶的味道 它里面也是加了蔓越莓的 不过因为奶制品这么热的天容易坏 我是让店家帮我发顺风倒腹的 从内蒙到成都第二天就到了 这个速度也是很惊人的 所以说油费真的很贵吧 但是他们家是我一直吃吃了很多年的 拿到之后呢 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还是可以保存上一段时间的 不过还是要尽快吃 那希望这一期节目呢 给大家在今年的月饼选择上 出一些新的思路 不知道大家可否还喜欢呀 这期短腿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不妨常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